中國疫情嚴峻 而國內從元旦開始實施的 中國入境乘客強化檢疫專案 原來當天 桃園和松山機場 在六百五十七名的旅客當中 有一百六十四個人確診 陽性率大約是百分之二十五 除此之外 指揮中心室宣布了 從六號開始 對於中國啟程 經過了港澳轉飛臺灣的旅客 也必須要強化採檢 需要持有啟程地 那第前四十八個小時內的PCR 或是二十四小時之內的 抗原快篩檢驗報告 中國新冠疫情大爆發 自元旦起 從中國入境 臺灣的民眾都得做 唾液PCR篩檢 根據指揮中心的統計 元旦當天桃圾和松山機場 總計六百五十七名旅客中 有一百六十四人確診 陽性率約百分之二十五 五百二十四個人入境 陽性的有一百四十六人 所以它的陽性率是二十七點八百 那一月一號其實除了 桃園國際機場之外 另外還有一百三十三人 是從松山機場進來 其中有十八位是陽性 除了中國直航入境 臺灣的航班旅客需配合於 機場唾液PCR檢驗外 指揮中心在宣布 從一月六號到一月三十一號 自中國啟程經港澳整機 入境臺灣的旅客需持有啟程地 搭機前48小時內PCR檢驗報告 或24小時內抗原快篩檢驗報告 我們經過調查資料之後 那我們發現我們從中國返回臺灣的 入境臺灣的旅客裡面 從香港澳門轉機的這個部分 大概有占20% 那這20%目前是沒有檢疫措施 不用再做破例落篩 那如果是香港這邊自己香港啟程的 或澳門啟程的這個部分是不用在沒有這個相關的規定 指揮中心表示國內三號新增兩萬四千六百四十九例本土個案 三百六十例境外移入以及二十二例死亡個案 其中境外移入創一百六十八天以來的新高 研判疫情還會再上升 預計高峰將落在一月底二月初 有專家就建議除了中國之外 也因嚴密監測境外移入變異株 尤其是歐美最新趁起的Omicron 亞型變異株XVV.1.5 免疫逃脫能力更強 醫師強調美國研究發現XVV.1.5 每週有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增長優勢 相當於一位感染者 立刻感染給另外兩個人 相較於BQ.1 是雙倍傳播能力 因此呼籲符合資格的民眾 儘快去打次世代疫苗 以提升保護力 記者為張國良 來自明將龍翔推報導